全国五个州属和三个直辖区将在明天开始实施行动管制令MCO 那全国学校原定在下个星期三1月20号开学会不会被影响 在实施MCO RMCO CMCO的学校又会不会如期开课呢 教育部长穆罕默拉兹今天召开记者会向大家厘清 原定1月20号开课的日期维持不变 只不过哪些学生需要回校上课或者需要居家学习 则是需要依照州属地区来做决定了 首先来看所有实行MCO的州属或者地区只有参与重要考试的硬考生 比如大马教育文凭SPM或者是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的考生 可以回到学校上课 其他年段的中小学生虽然也是同步开学 但是得要继续居家学习不用到学校去 那么所有老师呢需要在1月20号之前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 但只有负责重要考试的老师必须回到学校面对面教学 那另外所有跟教育部注册的私立幼儿园可以继续营运 只不过家长可以按照情况来决定是不是要让家里的小孩到幼儿园上学 而今天记者会上教育部长也进一步解释 其他实施CMCO和RMCO的地区哪些学生需要回校上课 除了实施MCO的州属和地区 全国学校即将要开门迎接学生了 教育部长莫哈莫拉兹今天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所有身处在CMCO有条件管制令和RMCO复苏式管制令的中小学生 都可以照常回校上课 只有中二和中三学生继续居家学习 属于下个星期三就要开始了 因此教育部也宣布 参与考试的寄宿生可以在1月16号开始返回宿舍 届时消防也将提供特别许可信 让学生可以跨中或跨线回到学校宿舍